由于在七堵区百福社区百一街这段道路上 矗立一个往细致方向的客运站牌 但是双向通行的百一街和新台五线平行 只有一条载小的分隔岛区隔 除了没有后车停遮阳避雨之外 民众上下车必须横跃百一街双向车道更是危险 因此由市政府相关单位主办会刊 邀请包括消防局交通处监理站以及警察局第三分局 客运代表和七堵区现任四位议员亲自 或是指派秘书前来参加 但是这个路段太过复杂 新台五线路权也属于中央单位管辖 最后四位议员也只能够提出自己的意见和看法 涉及到公务总局以及监理站的问题 所以在未来的话我们是希望能够公务总局那边的土地 能够施作人行步道 在人行步道然后道上的话 加盖一个公车型智慧站牌的等候站 比照台北市现行的他们就是这样做 我想的话还是请我们地方的立委要多多用心一下 为了地方上这个行车的安全他应该出一点力 我是希望我们用那个智慧型控制钮 那要是说公车进来的时候 我们这白衣街这边设两面都设一个新人穿越的灯饰 然后公车进来的话他就会感应到 感应到都变成红灯 那红灯我们新人才能把一些这边过去那边搭车 我认为是这样比较安全 安全的按钮的方式就是来电显示那个按钮的方式 自会显得对 那因为就是考量到说土地的取得问题 还有这个软体的这个费用的问题 所以这个方案可能会摆在后面 那我们现在当务之急就是先解决 能够让老百姓更安全的一个方案 所以就刚刚我提到说把这个站牌往前移 往前移 然后这个我们交工科会再做两个这个注意行人的一个 一个就是倒设牌 等待了后车空间的安全性 以及在现场我们各个搭车的民众的 在过来后车的空间的宽度 所以提出以上的建议 就是后车的安全 以及等待后车区的舒适度 特别想要这一点 所以今天也跟有关那边建议 希望他们能改善 会刊后决议只能先把站牌挪移 靠近斑马县的地方 并且设置警示标志 因此议员建议下次会刊 应该请立委出席 一起参加会刊的中央单位才会重视 共同想出改善后车安全的方法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